罗东镇北城里就成为客人城是客家人居住的聚落 但历经时空转移跟族群融合后 现在会说客家化的里名已经不多 为了找回客家人的文化 罗东北城社区间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 浩克北城客家文化成果展 邀请到北城社区的国乐团来演奏客家小曲 并安排北城议镇演出客家的跳鼓镇 传承在地文化 浩克北城跳鼓镇赞 这几年来呢 大家在做文史调查 在做寻根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那渐渐的也希望说 让客人城让北城这边的客族文化 可以不要让它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借由的一些活动 来传承一些客家的传统文化 以及客语的学习 那我们这些跳鼓花散的表演 我们借由传统的异政方式 再加上现代舞的元素 以及在据点中让长者可以学习这样子的异政表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一个结合 让传统的文化异政可以结合到生活中 那今天呢 还有我们的国乐客家曲的表演 那异政表演还有美食 那希望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传承之中 大家可以轻松快乐的认识在地文化 然后也让这样子的文化 可以继续生生不息的传承 大家好 在古兴来这个北城的三期 参加这个好客北城节目 今天由这个国乐团表演 来个切磁 和国客 希望大家欢迎来书堂 刚才我讲的课语 是四线的语调 介绍今天北城社区 举办的好客北城节目 其中呢 有国乐团表演了七首客家 那个名曲 希望大家多多同场 除了文化活动外 北城社区也邀请了宜兰县劳工联盟总会的餐饮讲师 简明生 教掌者来制作客家美食 并也把北城里的莲花特产融入了料理当中 更具有在地特色 今天的教一些大哥大姐教他们做那个莲花蒸蛋 因为莲花是北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把它做创意 创成那个日式蒸蛋酱 还有一个是莲花爱玉甜汤 就是用莲花煮成那个甜汤 然后有那个香味 那莲花香味出来 然后爱玉再加上去 然后加冰块 变成一个夏天的良品 还有一个就是客家咸猪肉 那个咸猪肉就是客家的在地 这个古早味 我也是把它做创意 加一些那个中药下去 以前没有放中药 以前就加蒜头啊 黑胡椒啊 还有咸的而已 酒 我现在加一些中药下去 让那个味道更浓厚 吃起来口感更好 可以凸显出客家的古早味 而且不会是那个口味这样 罗东北城社区近年来陆续开办 课语研习跟美食文化活动 希望社区的长者跟民众 透过课程学习 传承在地的客家文化 一来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